古代中国浮沿辽阔,一些边边角角的小郡县或是藩属国难免照顾不到,时间一长就有些地方政权开始跳脚闹独立。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,曾经在中国十分绝望的时候,一个藩属小国一直不离不弃,并愿意加入中国成为中国领土。 这个藩属小国就是大家都熟知的琉球王国。 从1372年开始,琉球王国便成为了大明朝的藩属国,每年准时向朝廷进贡。 虽然离中国远,但从不搞些虚头巴脑的把戏,一直都老是本分。 之后满族如玩,清朝建立,琉球依然对清朝行使着朝贡的义务。 到了清朝晚期,中国国立示威,而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强盛起来。 于是,强大起来的日本便打起了琉球的主意。 1874年,日本派出使者前往琉球,要求琉球王国停止对中国朝贡,转而朝贡日本,并使用明治年号。 实质意思就是想让琉球成为日本的一部分。 不过,日本的这个要求,立即遭到了琉球王国的言词拒绝。 当时的琉球王还亲自写信跟日本说明,断绝中流关系就是失去信义,这是万不可行之事。 同时向清政府求助。 但不料慈禧认为琉球是画外之地,丢下不管二字,就真仿真不管了。 真诚心意的小小琉球王国,因为没有外力的帮助,很快便被日本接管了一切,救死王国。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,万里皇帝更是懒得出席,当了四十八年皇帝,三十年都不上朝。 结果专家打开林幕后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探秘历史原创制评,在下方菜单栏往西风采中即可观看。